结果,像我们原来黑名单差一点,城市这么多这么多 而且有些用录制聚集下来的城市,真的非常冗长 明明只要写一行,他给你写十几行,二十行都有可能 经济的结果,我有把它call在这里,我有两阶段,一个是原来的 直接把它拿过来,你会发现 原来这个是什么,查询名单.slate,然后range b2.slate 然后再到那个actives,你们可以比的,然后再把公式丢进去 有没有,其实这个地方就直接丢就好了,所以其实可能 原来会分成大概五六个动作,其实最后写下来 就可以把它凑成一行就搞定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只是说这个地方比较不容易 理解的,不容易看到是因为 它是在另外工作表 除非你切过去 否则的话你会看不到 那特别是如果你切过去的话 那将来你要把它切回来再去run,否则会出错 还有呢,最容易出错就是这个地方 刚刚就卡在这里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一个 指的就是说你要向下追,因为也都在那个工作表 所以你如果刚刚忘了加那个工作表的名称的话 那就会卡在这里 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过了 应该就没什么 比较 没什么好处,就是比较不会出错 这个这个地方A2,我刚刚有改 其他大概就差不多,最重要是这个 这个autofilter 比如说你可能最重要就是 三个东西嘛,一个是 工作表 物件 以后的话呢,就是刮壶里面就加那个工作表名称 就可以 当然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换个方法,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sheets刮壶1也可以 那这个1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从左边算过来第1工作表 也可以 就是第几个工作表 可是用这个方法比较有风险,就是说如果你位置换了 那很抱歉就找不到 OK,如果你位置会 换位置的话 那还是建议用什么,用那个 你的工作表名称 那第2个,你可能要注意就是autofilter autofilter实际上 指的就是那个筛选功能 那筛选功能后面的话 通常会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哪一栏 一个是什么条件 OK,如果文字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比如说双影号 另外未来你其实也可以查其他东西 这个后面点升线还蛮大的 OK 然后再点copy 这个点copy就复制过去 另外就是什么呢,用vis把它金钱 那我也要把 刚刚讲的这部分的程式 也把它放云端上 给各位做参考 如果你这些都有掌握的话 我想 以后呢 你就慢慢可以掌握 不会,没关系,先录制 录制完之后呢 再慢慢 把它做 金钱 最后看到的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OK,阶段性的 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么厉害 就是一次可以,不用录制 就可以 未来如果你比较厉害的话 就根本不用录制了 直接写就好了 然后 我确定